这里就是被称为塞上江南的宁夏沙湖 这里有花海 有大片的水域 有沙漠 有山丘 这里还有非常珍贵的鸟类 还有芦苇荡 有人说这里是世间少有的文化旅游圣地 这里就是宁夏沙湖 现在来到了离银川几十公里远的沙湖景区 沙湖是宁夏的四个五威景区之一 也是全国第一批入选的五威景区 来宁夏如果不去沙湖就太可惜了 沙湖景区很大 可玩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门票不便宜 包括景区车船票等等 大概两百元左右 刚进五威园区 这里就有一大片花海 这片紫色的花海不是薰衣草 是马鞭草 马鞭草的花期很长 大概从五月一直能开到九月 在这里拍照打卡 还是非常漂亮 真的没想到 在这里有这么大片花海 欣赏完紫色的花海 坐上景区的交通车 往前参观游览 整个沙湖景区大概有八十平方公里 其中有大片的水域 路上经过一座彩虹桥 拍照也很漂亮 看看这个彩虹桥 看看这个彩虹桥 沙湖有很多河道 这里曾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石地公园 紧交车走走停停 现在来到了荷花池 这是一片千亩荷花池 现在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 有各种颜色的荷花 沙湖的白云片 游游水遍流光 云首阳点而走 月上又沙湖 沿沿夏日 长阳在荷花中 能够闻到一股清香 这里的荷花 开得比前两周去的 蛾泉还要漂亮 紧交车走走停停 喜欢的地方就可以下来参观 这个山顶有个建筑 可以看到整片湿地 坐完景区的交通车 前面就到达了码头 沙湖有好几个码头 现在坐船去鸟岛 在沙湖 生存着很多珍贵的鸟类 不过这里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鸟类 还修了一个大鸟笼 这个就是鸟岛 这个就是鸟岛 看上去这是个巨大的鸟笼 里面还有黑天鹅 白天鹅 还有一些其他珍贵的鸟类 鸟岛上还有一些鸟类表演 还有一些可供喂食的鹦鹉 小孩子们可喜欢了 在鸟岛休息便客 继续坐船 这里的船作为交通工具 有很多种类型 一起的同伴还飞了个无人机 跟随整个船 空中看上去这片湿地很美 想不到这片大漠中 有这么美的一片绿洲 远处就可以看到高大的沙丘了 岸边有很多芦苇荡 也是这里的风景 现在坐船来到了整个景区的中央部分 这里是一片沙漠 沙湖沙湖 一半是湖 一半是沙漠 这里面有很多驼队 可以骑骆驼玩 小伙伴又开始放飞无人机了 看看上面看下来是什么样子 骑骆驼也是这里的交通工具之一 大概要骑900米 和骑马相比 骑骑骆驼还是舒服多了 只是上下骆驼的时候 稍微要抓紧一些 如果没有骑骑骆驼 在这里体骑一把还是挺有趣的 从骆驼的终点站下来就是这里的餐饮娱乐和住宿中心 这里吃饭的地方很多 午饭过后我们去办理入住 今天准备住在这里 下午休息一下 沙湖里面的住宿是非常有特色的 湖面上有很多小飞机在飞 远处隐约的就是赫兰山 前面像鸡蛋形状的就是这里的特色住宿 淡淡屋 还是挺有特色的 不过给我安排的并不是淡淡屋 而是这个观景房 一起来参观一下我的房间 房间不大 有个大沙发 好像没有床 找了一圈 也没看到床 看看落地窗外的风景 面前就是沙湖 终于发现了床的机关 哇 又一个飞机 原来这个房间的床是升降床 今天玩飞机的人还真多 床自动落下来了 从外面看一看我的卧室 休息了一会儿 到黄昏了 在这里度假 住这样的房子还是很舒服的 太阳快落山了 出去转一转 看看傍晚的风景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 这个沙漠像是海滩一样 沙湖的傍晚 落日余晖 沙湖的傍晚 落日余晖 有一个巨大的沙雕 美人鱼 有一个巨大的沙雕 美人鱼 有一个巨大的沙雕 美人鱼 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很快过去了 这就是沙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很美 明天准备在沙湖里 痛痛快快地玩一下 请继续关注我的银川之旅 这里就是宁夏的沙湖 昨天发了一期宁夏沙湖的旅游视频 很多朋友看了都说 这里实在太美了 确实宁夏沙湖 有赛上江南的美誉 还有很多朋友 对我住的这个酒店非常感兴趣 问多少钱 这个酒店也是景区里 唯一一家经营的酒店 属于高档型的 所以价格不菲 一千多 早晨 打开窗帘 看看外面 去外面看看有没有日处 天气一般 在外面溜了个弯 酒店的房间 本身就是一道风景 酒店的早餐是自助餐 吃过早餐之后 准备开始今天的旅游项目 这个就是酒店的淡淡屋 今天首先玩几个沙漠项目 这里的沙漠项目 除了骑骆驼 主要是开一些沙漠的车 尤其是这个大漠牛巴车 是国内首辆的大脚怪汽车 可别小看这个汽车 在沙漠中几尺 上下颠簸 像坐过山车一样 非常的惊鲜 同车的一些朋友 兴奋的大叫 坐这个车必须要系好安全带 同行的朋友 有不少喜欢自己开车的 开着这个车 就在沙漠中奔驰起来 我也挑了一辆车 上车 拍个照而已 这是华沙的项目 总的来说 沙漠的项目还是很刺激的 接下来去体验一些水上项目 水上项目也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看这个摩托艇 就是倒给我钱 我也不敢玩 看这些参与其中的年轻人 兴奋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这个项目 也没敢玩 不过我坐上了前面的快艇 我们这个快艇会拉上后面这个橡皮亭 你没有 他 我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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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亭在水面上急速地转来转去 感觉这个项目真的要会游泳才行 这不会 不会谁啊 这不行啊 坐坐坐 坐坐 哇 快快快快 这大哥太有经验了 是吧 这这么给拽出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做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挺好 哈哈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对于这些水上和空中项目就是免费去玩我也不敢做了 但是如果来沙湖年轻人不体验一下这样的极限运动又有点可惜确实很刺激 我们现在要去玩拖拽伞 我要先看看这个项目难度大不大 这个是由前面的快艇拖拽的降落伞 这个项目以前玩过两三次 不过都是很久以前了 而且有一次这个降落伞就是直接降落到水中 不过这里起降都是在一个水上平台上 几个同行的伙伴都做了尝试 美女也上阵了 猜猜我最后玩了没有 玩玩了水上项目 又去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七地环木电影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 叫做飞越沙湖 不但里面可以看到沙湖的景色 还可以看到一些宁夏的其他景色 整个电影宛如身临其境 非常具有动感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着红尘的历史 已提取了你的笑容 梦梦心中烂烂的天使和生命灵 影片里还出现了镇北铺 前一个视频很多人纠正我这个字 说是念镇北铺 是念镇北铺 这个电影真的是很好看 不过票价八十块钱 影片里还原了好多在沙湖里可以玩到的刺激项目 很逼真 这个船也坐了 快把腰闪了 这些水上娱乐项目真的是太刺激了 这是荷花池 真的希望自己也可以飞在其中 沙湖里是可以看到星空的 整个电影十多分钟 特别精彩 现在去吃晚饭 晚餐是西餐自助 牛排和沙拉 最喜欢这里的傍晚 感觉今天的落日还挺漂亮 晚上这里组织了篝火晚会 还燃放了好几次烟花 小伙子的歌唱得不错 大家围在一起 听着歌声 看着烟花 多美 可能很多人问 我这次宁夏的沙湖之旅花了多少钱 告诉大家 我这次是有人请客 所以住了一次奢侈的房子 不过我个人认为 沙湖是非常值得来的 而且好好计算一下 花费并不多 如果你喜欢这两期视频 有机会就来沙湖玩一下吧 小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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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